个人金融投资市场的繁荣肯定是件好事 比如投资者们才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资产配置才会更丰富 不过随着这个行业的公司多起来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 激烈的竞争会让不少公司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而不择手段 这些人利用了投资者想轻而易举致富的心态 运用在投资理财方面相对于一般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性 制作了很多让自己不怎么样的投资产品看起来完美无缺的包装手段 这些包装手段运用在他们和投资者之间的交流上则被称作画术 其实不仅是初级投资者 那些自认为专业知识丰富的人士也难逃被画术蒙蔽的命运 比如在1995年 慈善家小约翰贝内特操控的新时代慈善基金被发现诈骗1.35亿美元后倒闭 而内贝特诈骗的对象都是美国有名的金融家 其中有世界最著名的基金经理约翰坦普顿的儿子 小约翰坦普顿内克菲勒家族的劳伦斯勒克菲勒 以及高盛集团前主席约翰怀特黑德 其实这是个简单的庞氏骗局 内贝特运用了撩人的话术让大佬们相信 他们捐赠给新时代基金的钱可以翻倍 对基金投资方向 内贝特则优雅而神秘地暗示大家 那是神秘而高贵的事 这种办法竟然让新时代基金俱乐部的成员 在很长时间不担心基金的投资问题 当然有人想知道 但是却不好意思去深究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世上最杰出的投资人 沃伦巴菲特 他的常年投资平均回报率是22%左右 而如果有人许诺 他的投资回报可以达到常年60%或者翻倍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呢 71分之一 这种概率要比被雷击中或者买彩票中奖还要低 投资者真正的问题在于 他们知道金融产品销售充满了话术的伪装 但是他们还必须要去投资 因为只有那样才有可能战胜通货膨胀 这期好运 Money加杂志为读者汇集了在投资历程中 最容易遭遇到的40条骗人画 并对他们进行了分析 看看这些话的投资逻辑有多差劲 而且我们也从各个金融行业营销用语中 挑选了那些似是而非 最容易模糊投资者视线的话 了解这些用语 会对投资者最有效地买到自己需要的金融产品大有帮助 当然不是说有谁说了我们提到的这些句子 他就笃定是个骗子 只不过要是有人用以下的话来美化自己公司的产品 投资者要对他们多加小心 不管怎么说如何投资 投资者要依据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性判断 而不是花言巧语 一 美国人为什么过得好 因为他们更多买保险 首先 美国人不见得比中国人过得好 其次 美国人到底买了多少保险和他们过得好不好 也没什么关系 美国人的社会保险程度是比中国要高不少 那不是因为美国人聪明的去买保险 实在是美国保险卖得比中国更便宜 这是竞争造成的 美国具有保险牌照的公司有8000多家 激烈的竞争造成他们的保险没有中国的这么高利润 如果中国的保险推销员把保险卖得更便宜 中国的投保比率也会提高的 当然 这还要他们的公司同意 二 您要不买 可能就买不上了 如果在四年前 这个基金的销售员可能说的是实话 但是那时候 他们从不那么说 那时候他们说的更多的是 喂 这位先生 您遵守一下秩序好不好 大家都排了好长时间队了 在2007年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托熟人送礼 找到基金销售人员 要求申购基金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儿道 后来政策当局为了公平 开始让买基金像现在买车一样进行摇号 不过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 现在同种类的基金卖都卖不完 投资者可以随意选择 如果那个销售人员在说什么 不买就买不到的 那么他肯定是在骗人 三 我们的母公司是海外上市公司 在很多国家上市比在中国容易得多 他们为了吸引公司去上市 把上市的要求降得很低 说这是上市不能说是撒谎 但是其中可是什么公司都有 四 你的总利息收入是 一般一个需要长期缴纳的保险 推销员会和客户说其中的利息收入 比如你就可以获得9%的利息收入 而这种总的利息收入是用15年的时间获得的 如果按复利计算 每年的利息收入只有0.5% 5 投吧 根本不用考虑 有一种投资是根本不用考虑就要加入的吗 面对这种投资 投资者唯一要考虑的就是 这种投资为什么会这么好 一个普通人遇到一个绝妙的投资 他果断加入 很快发了财 这种事只有在故事里才有 而投资者往往会听到这种故事 六 新基金价格才一元钱 如果销售人员补充说 买这种新基金是价值投资就更可恶了 这种便宜和价值投资毫无关系 开放式基金的价格反映的是其持有股票的市值 一元钱一份的基金和50元钱一份的基金价值是一样的 正好相反 新基金的基金经理有可能是一些基金界的新人 他们在资本市场操作经验上缺乏 对这样的基金 投资者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再说 七 我们被称为中国的巴菲特 在中国被称为巴菲特的人很多 但都是他们自己称的 八 他们是家大公司 我去看过 谁说大公司就不能赔钱呢 而且现在这个分工很细化的社会 只要你愿意出钱 老婆都可以租到 更何况几间豪华的办公室和一个漂亮的女秘书 9.产品是为高端人士设计 投资者不要相信高端人士这个物种 做极高端理财投资的 基本都是大银行的私人银行部 而且那些部门的投资品也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他们的固定投资产品风险会稍微大一点 同时收益也稍高 要是一个投资咨询公司 说产品很高端 基本就有扯淡之嫌 10.他们有原始股 一个持有即将上市的公司股票的人 或者集体 不会傻到把马上就要发财的机会 让给别人 判断这种怪蛋的原始股的投资 有一种方法 可以在百度或者谷歌上搜索一下 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投资者 也被这样的原始股锁片 如果可以搜索得到 那这件事基本可以断定是没谱的 11.采用积极的投资策略 其实积极的策略很有可能意味着高风险 巴菲特推荐过的投资物就是指数基金 这类基金的基本为 消极管理基金的主要形式 在1978年至1999年间 美国共同基金中有79%的业绩 比不上指数基金 12.赚钱是板上钉钉的事 没有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你发现了 请报警 13.这家公司的产品根本不愁销路 如果这句话放在20年前 有可能是真的 那时候中国制造业的确会有很多产品 不愁销路 但现在虽然有通货膨胀 人们所处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过剩的世界 特别是制造业和农业的出级产品 如果某个投资者得到亲戚或者朋友的建议 投资到某个根本不愁销路的产品中去 那么90%的可能是 这是个糟糕的投资 这种对不了解的实体的投资 也许是所有被话术包装的投资中最危险的14 你不投资 可别后悔 如果投资管理人对投资者发出类似于威胁的话 那肯定这个投资不怎么样 15.我们知道内幕消息 这话要说的神秘一点 总会有人信 不过记住巴菲特所说的 如果你具备100万美元 然后再知道内部消息 那就具备了破产的一切条件了 在股票市场上 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是所谓的庄家 自己比别人更早的得到交易信息 或是影响投资的宏观政策 或者他自己就干脆是成以成以的儿子 这些信息基本上是在骗人 如果有这种知道内幕消息的人 他们是最不想让别人知道消息的 16.我的投资理念来自于易经 易经和投资基本没什么关系 说投资理念来自于易经 和说投资理念来自于大众家常菜手册 没什么区别 而且谁听说过 中国古代某个研究易经的学者 是投资理财高手的 倒是那些穷困潦倒 接近于乞讨的游方道士们 总是以易经作为虎口的白皮书 17.我的朋友就投资了这个 他赚了 这种赚钱效应真的让人心动 还有比听到身边的熟人 投资赚钱更令人坐立不安的吗 但是理性投资肯定不会是有极度新驱使的 朋友赚钱并不能增加自己赚钱的概率 投资是投资者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 18.某个大明星投资了他们 我还看到了他们录像 这很可能是真的 明星们真的投资了 不过世界的基本有这种规律 渠道传播力越强 那么渠道上的人智商越低 比如网络渠道强于电视 电视渠道又强于报纸 报纸强于杂志 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星投资了某种东西 可能是一个反向指数 19.我们的产品都是独家的 独家和收益差并不矛盾 在投资市场上 独家的投资产品 还真是以赔钱的情况占大多数 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产品没有专利可言 所以越是不错的投资形式 模仿的人越多 只有赔钱货才容易独家 20.现在上涨空间很大 投资具有竞价性 就是一个东西买的人多 价格会上涨 没人买价格会下跌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 一种投资上涨空间很大 那就是说这种投资还没人买 如果这样的话 这种投资下跌的可能要大一些 21.我们有自己的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根本就是个媒谱的领域 在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是个好例子 他们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 和计算机系统 但是他们仍然破产了 对于推销计算模型的人 你可以问问他 你知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吗 这句话足够把他吓一跳 22.难道你不想发财吗 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发财 特别是在购买我们杂志之后 但事实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 从1790年以来 美国普通股投资 所获得的平均年化收益率 在8%左右 在这种资产增值水平下 要过9年资产才能翻一翻 这已经算快了 发财没那么容易 别轻信 23.你需要赶快去买 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这就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它让你赶快干什么 八成是让你赶快掏钱 基本上越是出现这种情况 你越要把掏钱速度放慢点 24.这个人要采取行动了 在投资界存在很多 这个人 这个人 包括巴菲特 索罗斯和王亚伟 在投资界 也存在很多这个人 他们被传说 总能先任一步 做出最棒的投资决策 有的人会劝投资者 跟紧这个人 但你最好别理他 投资界 其实根本没有百战百胜的神迹 25.交易费用 只有万分之二 黄金杠杆交易 听起来交易费用很低 实际上 黄金交易公司告诉你的 是总交易量的万分之二 如果按照 一般的黄金杠杆交易比例 这个数字应该乘以15倍 大概是千分之三 26.我们的月回报率是 月回报率这个词 在金融领域用的并不多 除了两个地方 当铺和高利贷 如果那不是高利贷 这种投资真有点太悬了 要有很高的流动性 又要具有收益保障 另外很可能还有高收益 骗人的可能性很大 27.我们能战胜市场 几乎所有投资 都把我们能战胜市场 当成自己的宣传语 能够战胜市场的人 是存在的 但那是相当少数 2009年的小牛市 只有2%的基金战胜市场 无论能不能战胜市场 基金都会向投资者收取管理费 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28.我们的投资 是有保证的 如果投资到高风险市场的投资品 是不会有保证的 最有保证的投资 是持有国债 现在看来也并非如此 如果你是个希腊人的话 如果有人劝说你 去投资一个什么东西 收益比国债要高 又宣称这种投资 是有保证的 那它有可能是在骗你 29.这个投资 是个终生难得的机会 一个人终生难得的机会 只有一个 那就是代表这个人的 小金子和卵子结合的机会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人将无缘看到 这个美好的世界 在投资问题上 根本不可能有人预测到 这种事情的存在 30.我们的产品来自极好的银行 好的银行 发出极好的投资产品 这个幻想在银行中却不存在 因为不管是谁 所面对的投资市场都一样 谁都不能保证赢 所以只存在极差的银行 他们由于管理混乱 可能金库被撬 但是不存在最好的 31.聪明人都在购买 在资本市场上赚钱的人 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些人 而是在性格上具有优势的人 这些优势包括 有目标感 专心 不会忘记尝识 所以即使真的聪明的人都在购买 这种投资品也不见得是个好投资 32.跟我们投资不可能亏损 基本上 你不能阻挡市场 要你赔钱的步伐 因此 没有不可能亏损的投资品 那么 我为你提供宝本 如何呢 比如购买宝本基金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但是你要满足一系列复杂的条件 包括必须在认购期购买 必须持有到期等等 33.在投资中 使用期权策略 以期权策略为主的投资品 基本事实上 是在玩命 危险程度 大概相当于俄罗斯轮盘 在给一个投资者的投资中 安排很大的期权成分的投资人 很难说 他对投资者 有什么责任心 34.我们能限定下降的幅度 如果他指的是止损 那么你也可以 简单的说 止损就是你设定一个预定数额 一旦当你的亏损达到这个数 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斩仓出局 避免你愈亏愈多 但如果他指的是 能让一项投资品最多亏10% 那么他可就是在骗人了 35.我们给你提供个廉价的交易 有一个廉价的交易在冲你招手 你首先应该考虑的 是为什么别人没有做这个交易呢 还有这个交易为何廉价 当这两个问题真的清楚以后 你很可能会打消交易的念头 36.保险是一种长期的投资 保险不是投资 是保险公司拿买投保人的钱去投资了 有的大病或者意外保险推销员会说 健康就是一种投资 这话的问题在于 谁也不会因为买了某种保险 就降低了得病或者发生不幸的意外的概率 买保险和健康根本没有因果关系 37.其他人都不知道这种做法 互联网是做什么用的 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网上还有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做法 在投资上 这种事也许有 但他9成9是错的 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事 都是那些逻辑和操作都简单的事 这种事情如此简单 但是赚到钱的人不多是因为这种方法也充满风险 38.你应该关注业绩而不是费用 说这句话的人有80%可能是一个基金推销员 他正试图将你的注意力从那1%2%的管理费上转移看 因为他正是基金的赚钱之本 看看管理费是如何影响你的收益的 两个收益完全相同的基金 一个管理费为1% 另一个为3% 那么按照复利计算 20年后 他们的实际收益会相差50% 如何计算的 请您自己是情况而补吧 39.我们将成为下一个XXX 将成为下一个茅台 将成为下一个浦东 一般什么投资比较热门 他们就会成为下一个什么 这种骗人话是想引起投资者的联想 但一般来说 将成为的和正在做的毫无联系 40.我们绝不能错过机会 没有 什么机会是不能错过的 因为你不能预测什么是机会 就像抄底一样 人人都说要抄低 但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底部是什么时候 那些天天预测股市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总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才能看清楚什么是机会 对